大家好,我是Kyoko 來到今天日四,我們繼續溫習N3的文章 今天會講三個文章 但其實它們全部都是這個 上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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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章 是不一樣的,首先我們說第一個 第一個, 前面就是名詞加ノ 或者是動詞的彈形 彈形就是過去式 所以它的意思就是解起這個東西之後 這裡強調的是人的意志 如果前面的接觸是名詞加ノ 或者是詞書形的話 動詞詞書形就會解起這方面 表示某個範圍、某個場合等等 我們先講第一個, 彈形加上章 比如我們看看這裡的例子 就是漁師と相談した上で入学するかどうかを決めたいと思います 我想跟父母商量了之後 才決定是不是去留學的 這裡就是彈形接這個上章 如果前面是接這個詞書形的話 就是解起這方面的意思 比如看這個例子我們就可以看到 好, 仕事上では別に問題はない 在工作上是沒有問題的 這個例子可以跟名字 或是名字 或是名字 等詞語換 因為它是解釋這個方面 其實這個文型也是 する時的硬表現 什麼是硬表現呢? 就是你不會跟朋友使用的 可能是你對一些上司 或是對一些需要尊敬的人 才會使用的 最後一個就是 ウェニ 前面的接觸形是 動詞普通形 或者 イ的用詞 な的用詞 加な 或者 である 名詞加の 或者 である 後面跟ウェニ 它的意思是 不僅嬉嬉嬉 而且嬉嬉嬉嬉嬉嬉 記住要留意 就是要好加好 以及不好的時候要跟不好的 例如你想說它有帥仔又有錢 這樣就可以用 又或者是那個住屋那裡 是很近車站 然後又很便宜的時候 也可以用的 如果你想說它不好 可能它很遠車站 然後又貴 那就是一個 negative 加 negative 的例子就可以用的 那就不可以說它 主宿右近車站 但是又貴 這樣就不對了 那其實這個文型 也是一個固形 就是不可以跟朋友之間用 一般都是用於上司 或者一些你需要尊重的人 的場合的時候 先用的 它是這個 だけでなく 的固形 那我們看一下這裡的例子 那所以這個例子的意思呢 就是三田軍 它是讀書很厲害 而且再加上 這個運動也是很厲害的 那所以呢 在這個班區裡面 是很有人氣的 那所以呢 還有幾次呢 今天的文型都挺好記的 那些文型都挺好記的 或者是うえで 或者是うえに 最主要的方便就是看它們的接觸 那如果大家知道 學日文 其實你有那個形象在腦 其實就很容易學的 因為我就是這樣玩的 那譬如打形 大家知道是過去式 所以它的意思 一定會是在什麼什麼之後 那詞書形是有點像現在式 然後我們有學過中文的話 我們就知道上的意思 就是這樣一層層的感覺 這個圖形好像這樣搭上去 所以當我們現在式式書形的時候 就會有這方面的意思 那就算是うえに 都可以這樣記的 就是它都是有一層層的 加上它的意思的 我覺得 而且うえに 就是可以前面跟這個 な的用詞 い的用詞 但是上面うえで 那些呢 就只可以跟名詞和動詞 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要 我們明天繼續努力溫其他 那如果你想溫生智的話 就去我的IG 那Facebook呢 我就會分享一些 我在其他課論 看到關於日本最新的消息 那所以可以的話 就去追蹤我 那多謝你們 またね 明天見 byebye